引力,剛才講的重力助推 往上拉,就直接往上飛 飛出那個太陽系整個盤面 直接往外面飛 當時設計的就是要這樣子 先經過木星 靠木星甩了,加速了 飛往土星 然後飛往土星之後 再靠土星的加速往上甩 然後飛出太陽系的行星平面出去 所以他就沒有再經過天王跟海王 但是很精彩的航海加二號 他就做到這些東西 他今天先飛過木星 靠木星甩了之後 加速,然後甩到土星 經過土星的時候 再靠土星加速 然後再甩,甩到天王星 再靠天王星再甩到海王星 哇,這計算得非常精準 所以很不錯 所以當時你看看喔 他飛到海王星 從1977年發射 飛到海王星1989年 已經經過了12年 才飛到海王星 可是你看看剛才 我講的那個什麼 那個新視野號 2006年發射 2015年就到了冥王星 中間只有9年 就可以從地球到冥王星 但是航海加 他建造的時間9 使用的經費更多 可是他發射的速度比較慢 到海王星花了12年 OK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 以那個 Alan Stern這個科學家的團隊來講 他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 我們做的這個航海 那個新視野號這麼精良 要探測最遠的行星 結果沒想到 出去沒多久就被你任務給降機了 他真的很難很難平復這個 所以我跟你講 不是只有Alan Stern 他不滿這個判決 美國人尤其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發現了冥王星 還有那個矽神星 這兩個都是我們美國人發現的 結果你現在這個表決 就把我們這兩個都全部踢掉了 不能接受 所以首先發難的是西墨西哥州 先發難 因為西墨西哥州的人認為說 湯伯 他後來很多時間 都在西墨西哥做事 因為他後來在西墨西哥教書 所以他很多時間住在西墨西哥州 所以西墨西哥州首先發難 對不起 在我們這個州內 冥王星就是第九大行星 所以他沒有被降機 接下來馬上下一個叫做 伊利諾州 是湯伯的出生 地方 他也開始相映 在我伊利諾州裡面 也是一樣 冥王星就是第九大行星 你今天不要 你們那個國際天文聯合會 你夠表決了 對不起 我不接受 我就是第九大行星 冥王星就是第九大行星 所以現在很多人 還是有美國的很多地方的人 都還一直極力 要讓這個 冥王星復辟 成為行星的地位 好 好 那這邊 快要最後一兩章了 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宇宙速度 跟各位講一下 什麼叫宇宙速度呢 它是根據我們一樣的 就是萬有引力的定律 的公式算出來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脫離 就是說我要發射上去之後 能夠環繞地球 首先你發射出去的 初速度 必須到達 每秒 7.9公里 那這樣子 之後 它就會環繞地球 也就是說 等到你 到了地球軌道之後 你把引擎關掉 它一樣就會繞著地球轉 不會 掉回來地球 不會像拋物線 就掉回來地球 你只要初速度 到達某個速度的話 所以 很多人 我們常常會給各位一個 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比喻 如果成為櫻頭球 成為櫻頭球速度大概要到多少 大概是每小時 時速 大概150公里左右 時速100 可是如果成為櫻頭球 能夠達到每秒7.9公里 那時速是多少 就是7.9乘以60乘以60 也就是7.9乘以3600 到這樣子 我們用8來算好 8乘以3600 多少 8324 所以到2800 你的時速能夠到2800 你就可以環繞地球 OK 所以這叫第一宇宙速度 可是如果你要脫離地球的引力 到達月球 要飛到月球 你在地球發射的 粗速度 就要達到11.2 公里 每秒要達到這個 所以 以前阿波羅的計畫 你想要飛到月球 你發射出去的力道 就要夠 所以當時用的火箭 叫龍神火箭 因為它夠淡 那今天 那個燃料可以裝得多 推進了才能夠把它推出去 OK 粗速度達到11.2 就可以脫離地球 飛到地球以外的天體去 但是如果你想要 離開 太陽系的引力範圍的話 你的粗速度要達到 16.7公里 最後才能夠脫離太陽 但是 我也要先講一下 如果你的粗速度沒有到達 那怎麼辦 還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 等到你發射出去之後 你在太空當中 再點燃燃料 再發射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OK 再去加速 那就可以了 這叫第三宇宙速度 就是說 如果你一次發射 之後中間不再加速的話 你起碼要到達這個速度 16.7公里 才能夠脫離太陽 所以剛才 各位有沒有發覺 剛才的那個 星式野號 剛剛發射出去的 出速度還沒那麼快 16.26公里 有沒有 可是 它飛略木星的時候 藉由 藉由木星的 引力的拉 扯 然後甩出去 又加快了4公里 所以它的速度來到了20公里 每秒 所以20公里已經超越了 這個 太陽逃逸速度 OK 就可以 它就到時候 它未來 它可以飛 飛出太陽的系 然後呢 你今天 接下來這個 幾乎 目前 科學家還沒做到 這樣子 因為你看 接下來這個門檻太高了 你想要 飛出我們的 櫻核系 哇 你的出速度 已經 不是十幾公里了 525公里 才能夠脫離我們的櫻核系 到另外一個櫻核系 去 探測 去 衛星區那邊探測 所以 這是 宇宙速度 主要的意思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有機會 各位 這邊幾個 參考資料的網站 我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就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目前那個 新視野號的任務 它的網站 好 給各位看一下 新視野號任務的網站 你可以看一下 它 新視野號現在探測完 這個 那個 冥王星之後不是就沒事了 它接下來下一個任務 打算去探測一個 小行星 叫做2014 MU69 好 就是2014年發現的 那距離下一次任務到達的時間 你看 預計在2019年的1月1號發現 那個 到達這個 所以它這邊在倒數當中 那這邊是 距離 從 2006年 1月19號 發射出來 到現在的時間 OK 所以這邊 這個網站 持續會在更新當中 如果各位有興趣 了解 冥王星任務的話 可以來看一看 這個 不是冥王星任務 對不起 新視野號的任務的話 你可以來看這個網站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冥王星之年 這個 新視野的紀錄片 這個我覺得裡面也不錯 它還有中文字幕 所以是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好 所以這邊 你看有將近一小時的介紹時間 有興趣的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這裡面在講些什麼東西 好 OK 好 這個 我現在跟各位講 我考慮一下 我到時候出這個測驗 我先考慮 要不要 那個什麼 我這個我也稍微只看了一部分 還沒全部看過 好 我全部看過之後 我看看這裡面 有沒有 是 是真的值得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如果有 我可能 也許會把這個影片 也會納入幾個題目當中 好 希望各位 能夠 有機會 也能夠參考一下 不要只是課堂聽我講課 而是有一些參考資料 提供給各位 各位也能夠 去參考一下 甚至可以找更多的資料 OK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個地方 來 幫我按一下好了